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是2023年6月22日 也是犹太利塔姆斯月3日 在历史上约书亚祷告 日头停滞就是在塔姆斯月3日 今天要特别来分享自然的神迹 在创世后2488年 也是公元前1273年 塔姆斯月3日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 参加一场征服以色列土地的战役 胜利即将在即 但黑暗也即将来临 因此约书亚祷告耶和华 日头你要停在畸变 月亮你要停在崖崖轮毂 这记载在约书亚祭10章12节 天体默许了 停止了他们在天空中的行进 直到以色列军队成功结束了这场战斗 神难道不能为他们赐下神圣之光吗 但为了激励以色列人不仅超越他们的自然的自我 而且改变和升华他 耶和华提供给他们的神奇之光 是自然的阳光 即使这意味着在天空中 神要创造一个新的自然秩序 在本周拓拉学习中 在民书记17章提到亚伦的帐 奇迹般的发芽 开花和结果 神在其中激发了发芽 开花 结束信任和成熟的完整自然过程 亚伦的帐违背了自然的法则和限制 但却符合信任自然经历的伸展阶段 他超越了自然 但却按照自然本身的发展完成 亚伦帐上的信任的发芽的部分是神奇 但其他部分是自然的过程 最初要让信任从枯干的帐上长出来 显然需要一个奇迹 但是一旦发芽了 信任的生长就以自然的加速的方式进行 因此我们绝不要接受和认同 我们所处的现状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应该在其中努力扩展内在的生命 不是寻求将自己从自然环境中解救出来 而是寻求解放和提升我们自然内在的本质 神超自然介入 同时我们也在不可能的环境中开花结果 绽放生命的魅力 如果你今天处在极难的环境中 面临非常挑战的危机 不要沮丧和默认现实 先开始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旨意和该走的道路 祈求神为你开一条宽广通达的大道 深信神的意念高于你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于你的道路 确信神会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方 为你开启机会的大门 愿神祝福你 在自然中看到神的超自然介入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 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耍动受人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